我是Bernice IATC的同事 大家又看到我了 我們上一次做完這個演後評特別企劃的網上演出音樂篇之後 我們這次又請來另外兩位艾琳說說戲劇篇的劇場 因為最近都有一些劇場作品 香港的製作就在這個網上演出 包括這個再構造劇場那個很長的很長的劇名 待會大家可能要幫我補充一下 還有Jeffrey也有看過一個兩人的演出 所以請來阿婷的 張婷 還有Jeffrey 令志豪 大家好 這次我們都會希望可以講多一點點 因為其實這一類型的製作 我們上次音樂篇可能就聽的概念 可能大家即使不用看著鏡頭都可以享受到 但是劇場又可能是另外一種不同的經驗 所以就都想分享幾個不同的範疇在網上製作的不同的呈現 我知道Jeffrey 你最近都很勤力 是否會從家的關係呢 看了很多戲 所以你都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最近你看過一些什麼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平台 你覺得可以跟大家在這個演後評的特別企劃 這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實最近就看了很多不同的 未必全部都是演出啦 很多都是一些錄影來的 但是如果說到真是一個新的production 或者是重新在網絡平台做application的deproduction呢 就有《今仙拔濤》的名字很長的 如果向外出現 介紹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啦 以及由《今仙拔濤》所做的兩位粉絲啦 兩位粉絲就是一個全新創作來的 就由這個林珍珍在Stream上做的一個獨腳戲來的 嗯 其他所看過的一些作品呢 就主要是譬如Worster Group 它之前有up 現在已經過了那個期限啦 他們做了一個production叫Hamlet的 這個production有些特別的 我稍後可以再說 它是有反思到 就是關於我覺得是relate 有幫助到一些拍片等等的東西是相關的 其他我相信大家有看的 有些就是我在俄羅斯的藝平人朋友介紹的 一些production 有些限時有免費演出的 就是海歐啦 另外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德國的一些 譬如柏林的劇院做的一些限時的免費的演出 另外就是本地劇團的一些 一些重溫的片段的播放啊 以及一些運動劇的直播啊 這些大家也要留意 不過就未必全部的演出 我都是看完整個演出的 這個就是我想網上官演的一些習慣上 或者是方式的一些不同啦 嗯 都問一點點啦 你看這些演出的時候呢 專不專心的啊? 我覺得跟個人的敵力是非常有關係的 因為呢 始終可能是在家裡的環境啦 或者在cafe的環境啦 或者你和我一起看啦 那你身邊的戚仔啊 或者突然間有人打來啊 都會湊成很多的distraction的 或者還有一個例子呢 稍後可以再說吧 在北圖那個外星人的演出那種呢 就是可能一些網上即時的交流啊 我覺得都令到我頗難 好像在劇場空間那樣專心去看一個演出 嗯嗯嗯嗯嗯嗯 好啊 那阿婷 因為你都最近看了拔圖這個演出啦 那就講一個專心的問題 不如你都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演出在有200多人一起看啦 那就都幾特別的 就是你又不太見 就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見到 給大家見到樣子啦 還有他都說如果大家一起展示的樣子呢 就會塌上肌子的樣子 所以就 就 所以就 專不專心的 有時候我都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你其實不專心 沒人會發現的 是的 那你看這個演出的時候 你專不專心呢 這個看拔圖這個lecture performance的時候 那拔圖這個演出呢 其實就是一個 re-run版嘛 或者是說一個是瘟疫特別版限定期間限定的版本 因為其實它在2018年的時候 都是牛棚做那個版本的 它那時候就沒有了再瘟疫一下 純粹是如何向外星人介紹香港人感情生活的 這個名字是一個十分之標題黨的一個名字 標題黨 而且是一個香港人那麼特別的感情生活 這次我再看這個瘟疫特別版 其實那個形式就不是太大的分別 都是一個好像講了講的文章的形式 那個分別最大就是真的變成了 我們不需要再去牛棚劇場坐著坐著看 就是真是一個黑暗的環境 而是可以在電話吃著飯 甚至有些觀眾說吃著煙 摸著貓 一起吃著飯一起去看這個劇場 其實都會是有一種沒有那麼專心的感覺 因為一來 始終我們的環境所限 變成在家裡坐得很舒服 在沙發那種感覺 吃著飯 而且它那個zoom也都有一個可以即時通話的功能 所以觀眾是可以立即有個句說一句就立即打出來 就可以在我們的畫面那裡彈出來的了 可能是說有人問你有沒有試過說一下感情的東西 大家分享一下和前度的故事 有沒有亂不亂落 或者有沒有下文 大家就可以立即好像那些哔哩哔哩 或者那些大陸的淡漠的形式 所以其實這種都會有一種distraction 除了是我們身體的環境 我們觀看的場地影響了我們之外 或者我們一些聲音 或者跟別人可以討論之外 它的設定都會令我們有一點點distract的 接回阿婷講那裡 是在一個black box的空間那裡 是的 互動是比較少的 是不是? black box的互動是比較少的 因為我們就不可以即時真的討論 跟其他的參與 或者觀眾去討論 就不可能我們在家裡 可以跟我們家人一起討論劇情的走向 還有沒有即時傳訊的 當初在牛棚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些問題的 可能是問一下大家對感情的態度是怎樣的 舉個手看看 也有少許的 但是當然我們就不可以喊出來說 分手啦 我們就通常不會這樣做 就是在於一個劇情的禮貌 所以這次可能是多了互動的 但是其實那些互動是否真的 有助劇情的走向呢? 還是反而更sidtrack了呢? 這個就是一個值得想的問題 明白 因為剛才有那個錄影的情況 我等Jeffrey說了 對於這個演出的感覺 我們就停一停 然後再開始一段 我怕它中間又是會這樣暫停了 Jeffrey你可以再 或者你follow阿婷剛才的留言 關於觀眾互動的這件事 在這次的演出裡面 你有什麼回應呢? 我覺得在這個瘟疫下感情生活這套戲 其實它觀眾互動的那個元素 對於整個演出是不是至關重要呢? 我覺得起不了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因為很多時候在chatbox裡面的對話 另外我都幾八卦了 看了就miss了一些 可能是赤在這裡說的一些內容 或者一些思考性的 比較思考性的 要多一些專心一些去理解的內容 我整個觀念的經驗反而是差了 而且那些對話的內容 沒有再拓展到整個戲探討議題的深度 或者令那個戲的內容更加豐富 或者是有多了一些很重要的層次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做這些網絡的劇場的時候 這些必然會出現的活動元素 需要更加多考慮的地方 就是考慮回網絡 他們網絡世界本身的生態 或者所謂網絡直播的這種medium 它的特性去設計整個演出 但是我覺得同時間因為這個演出 本身它是沒有效的 不是為了網絡形式去創作的 我覺得這個演繹都情有可原 嗯 我都可能 我自己那天看 其實都承認的 因為不是太專心的 除了因為手頭上 就是你用了電腦 現在的multi tasking 你自然就 中間如果有些悶 的時候你可能就會走了去看別的東西 而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我自己覺得那個check box 我自己都會八卦去看的 那究竟大家有什麼反應 或者即時演員怎樣去 我都好奇演員怎樣去 去回應那個check box 因為這件事可能在平時劇場 會比較少些 都會有的 但是不是用check box的形式 那變成你check box 有時候真的可以很快 我見到大家 就是 還有因為隨時可以發生 你平時的劇場可能 未必有個演出是可以 隨時你都可以 就是整個小時裡面 你都可以介入去 那所以我都幾好奇 大家會怎樣看這件事 而演員有些時候我覺得都 因為演後談他都有分享到 會 distract 或者可能他自己都要 集中回到那個演出 先在一些適當的時候 才能回應到那個check box 但是那個check box 可能有很多人 講話的時候 你可能又錯過了一些題目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或者可能這次這個演出的時候 就是一個可以再探索的部分 如果你keep著那個check box 是開放 那另外就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專心這個位置 都除了跟Jeffrey剛才講過 就是都看個人之外 因為實在你在一個網上去看這個演出 除非我那天又沒有開鏡 不關事我那天的電腦是沒有 那個desktop沒有鏡頭 那變了我就比較放鬆地去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大家不知道我做什麼了 那變了那個情況就是 就是你都很不同 在一個舞台的空間 你是一起去 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裡面去欣賞那個演出 那所以這個部分都 我覺得可以再探索一下 如果 但是同時間我們都應該是容許這種這樣的空間 因為正正在這個環境 你需要 你要容許觀眾有這樣的一個自由度 因為我們這次都真的 開始第一次用這個 還有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關於檢員即時回應觀眾這一點 其實在這一齣戲裡面 我覺得反而是更加暴露到整個劇本的一些弱點的問題 因為它本身的語言並不是特別精煉 有些流水漲的感覺 那在一起 要即時去回應一些 可能拆貨打橫的說話 或者開過一個很隨意的玩笑 令到那個節奏更加亂 和拖慢了整個節奏 當它去到中後段 去鋪陳一些對於 可能香港的看法 或者是一些時代變遷的看法的時候 就更加薄弱 說出來的說服力就比較差 因為它前面那個鋪墊 就被中間這些的對話和回應打斷了 是 是 還有其實我本身看這個演出的時候 雖然我看過100年的版本 但是我會期望它會有些轉變 因為我以為是真的會有些動來動去 或者一些互動 但是原來我想 我也都看到有觀眾是覺得 原來是Lecture的形式 其實是稍為沉悶的 正正是因為它沒有什麼鏡頭的變動 或者是有不同的媒體穿插的 但是這個形式都是較容易 就是我們只是看著演員在那裡 一個人說話 其實真的會令人比較分心 但是它是用其他形式的 例如可能多一些鏡頭的轉換 多一些燈光 變化 或者我們可能就會更加投入 但是如果鏡頭的轉換 其實中間有些變化的 譬如它會穿插一些 一些短片 就是有一些這樣的安排 你覺得這個部分 在這裡都沒有足夠 使大家在一個網絡的空間裡面 可以滿足到對於視覺上面的一個想像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它其實當初有穿插一些 例如它在回憶中 可能是主角和女朋友的一些往事的時候 就穿插一些模型 跟著後面就有一些香港的一些電車路 經過的東西 這個其實跟原本的劇場的版本 實際的劇場版本其實都是有類似的 可能這些片是有些少許改動的 我自己就覺得當然它會增加到一種可觀性 但是始終我們其實都 它是令到有一種 一種immersive theater的感覺 但是始終我會期望多一些 可能是多一些形體 或者是演出的演出 或者甚至 譬如我們有時候看一些 譬如舞蹈電影 它們可能會選出不同的角度 這些都是一些 令我們可以更加投入劇場的一些部分 而不是純粹是給一些藥你看一下的感覺 那種感覺